张荣荣二度缺席宣誓是同缺而确定要不选了 而今天上午就职典礼中地方村长部落头目 以及农民乡亲现场拉起了红布条 劝禁代理乡长江东城能够披挂上阵 而面对各界劝禁宣浪 以往都为正面回应的代理乡长江东城也首度松口表示 将全力以赴 副理乡长当选人张荣荣二度缺席宣誓就职典礼 也宣告副理乡长缺额将在三个月内完成补选 地方乡亲民众也趁此机会 现场拉起了红布条向代理乡长江东城喊话 事实上从玉里镇接续代理副理乡长一职的江东城 在代理期间收获地方肯定 尤其从今年1月3号正式接任代理乡长 职务至今三个多月 地方劝禁声浪就从未间断过 只要任何复理这块土地愿意为这块土地来努力 愿意把户口移到我们复里来 他们都是我们复里人对不对 是有这个意愿 大家也很希望说好的乡长能够继续为我们服务 让我们发达让我们繁荣 那帮补选我们很支持那个江东城代理乡长 对我们为什么 因为他对于我们复里乡蛮热忱的 虽然他做代理也是对很热心 地方农会乡代表以及村长部落头目农民乡亲拉起红布条 又是鲜花又是歌声的真情喊话 真情争议也令代理乡长江东城 既感动也陷入天人交战 他以沉睡的黑熊狮子来比喻副里乡 唤醒他地方就可以动起来 而至于个人意愿 江东城则说 一切顺其自然也首度松口 真的我个人非常感谢 我们乡亲对我的个人的爱护 真的我们这个副里乡 真的乡亲真的非常的热忱 还有善良 对这个乡亲对我个人的期待跟欠进 我个人可能会审慎考虑 真的 不理乡长缺额补选 江东城松口表示全力以赴 另外前乡长陈荣冲是否投入补选也仍还在思考中 尚有其他派系出马也是关键 究竟最后谁能够唤醒 副里乡这只沉睡的黑熊狮子 大家都拭目以待 记者是越南副里乡采访报道